好 歡迎回到新臺灣行光大到 我們剛剛看到民進黨五都的造詩大會 目前蔡英文正在講話 我們來看現場 在最困難的困境中在走出來 這將是民進黨進步黨再起的過程中 最關鍵的一意 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精銳進出 我們全黨要以無比的堅強的意志力 跟最團結的一個陣容 全黨上下 一起來打這個選戰 今天 我以民主進步黨黨主席的身份 在這裡 我要下達我們的戰鬥的動員令 從今天開始 我們的全黨一起動員 我也懇切地請求我們的支持者 跟對我們有期待的朋友 大家一起來打一個 建構臺灣未來良好的治理和環境 跟帶有願景帶有希望的一個臺灣社會 這將是我們臺灣社會最重要的轉折的時刻 也是我們在這個階段 對臺灣社會 對我們的下一代 最重要的一個政治工程 我們將以無比的意志力 跟無比的戰鬥力 來贏得這個選戰 我們希望我們五都會全勝 我們也有信心 我們五都會全勝 在過去的這段期間 尤其是兩年來 大家都看到了國民黨的執政 這個執政 兩個特點 一個就是利益分配 一個就是自入行銷 這兩個施政的主軸 讓我們臺灣社會 長期所累積的資產 在兩年之內 全部耗體 我們的財政的困境 我們的主權的流失 我們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 的崩潰 這一切的一切 在兩年 都被國民黨的執政 消耗盡盡 這種政治風格 這種執政 我們必須要讓它成為過去 這是我們臺灣社會人民 共同的期待 也是我們大家 共同努力的目標 民主進步黨 將在五都的選舉 展現出來的是 我們是有 施政理念的團隊 而且我們要以 治理的能力 來實踐我們的理念 臺灣人民已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他們不願意再忍耐 他們希望 不論在中央 或者在地方 都有良好的治理 期待可以看到願景 盼望一個可以信賴的政府 他們值得這樣被對待 他們更有權力要求 這樣被對待 民主進步黨 民主進步黨 有這個責任 也應該 有這個使命 提供給人民 一個選擇 這是我們的使命 我同時也是新北市市長的候選人 那麼我要請教 要請問我們的新北市的市民 我們目前看到是蔡英文 現在是個壓軸演說 他說這一次呢 是民進黨在起最關鍵的一役 同時他今天呢 也下達所謂的動員令 他希望呢 今天開始都能夠動員 而目前看到他在講新北市 我們再來看看他的說法 有升格了嗎 四年來 他們覺得 他們的生活 比過去更好嗎 今天我們的老縣長在這裡 那麼我在這裡要鄭重的宣誓 我會讓市民看到未來的願景 我不會以鋪天蓋地的廣告 來做宣導 我會從施政的品質上 讓新北市實質升格 讓新北市市民找回四年前的光榮感 這場選戰 不只是攸關五都的 一千三百七十二萬市民的幸福 五都是台灣整體發展的火車頭 五都的未來 將帶動台灣整體發展的提升 和兩千三百萬人的共同福祉 我們五個候選人 不僅要分別深耕 五個選區 更要用我們共同的理念 用台灣的價值 打一場 五都連線 分進合集 這是一個團體戰 好 我們看到蔡英文講說 這是一個團體戰 他希望五都能夠全勝 這是目前這個造勢會場的 一個最新的消息 不過剛剛聽了這麼多 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講到說 他會不會坐滿任期 冬豪 我沒有聽到 生根啊 生根 你沒有聽到 是生根還是生根 生根 生根 是你聽錯了 你聽錯了 有那麼滑就對了 有那麼滑就對了 那這個還 我覺得今天 蔡主席的演講 其實比那個 雙音辯論好 我覺得比較從容 而且節奏感也比較好 因為畢竟 他今天的演講沒有對手 而且有稿子可以唸 而且那個 他內容可以自己 事先設計好 不是突發的問題 所以講的比較好 我們給他加分 但是 我覺得很訝異的 他批評國民黨的執政 的兩大缺點 一個是利益分配 一個是自日行銷 我覺得國民黨的壞 不是在這兩樣 因為這兩樣 民進黨執政也同樣做 也都有做 這個只是分量的差別而已 我覺得國民黨的壞 不在這裡 我覺得主席觀察那麼久 怎麼提出這兩點 我是感到 非常非常的奇怪 那我覺得 今天是民進黨興奮 快樂的一天 我覺得既然決定了 好好打一場選戰 我覺得大家要避免 空口說白話 他有很多 就是說給新北市的市民 有一個未來 有一個什麼 那是空話 我覺得此後就不可以這樣 那我再講一點點 那個十年政綱 十年政綱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財務要健全 兩岸政策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建立 韋哲利有一個責任 黨團在修會完以後 下一個會期 就要具體把他融入在 預算案裡頭 在很多案子裡頭 在立法院公開提出來 我不相信財務方面 兩個黨有那麼大差別 兩個都一樣爛 黨團會以成為蔡英文 最有力的後盾 我覺得其實 以在野黨來講 在野黨來講 坦白講 立法院是一個主戰場之一 因為他們沒有行政資源 沒有像中央 剛剛沐華說 我今天好 今天梳花改梳花替 好 我明天就給你通過 不管你環評過了沒有 或怎麼樣 他可以做這樣的宣誓 即便宣誓 也被人家戳破了 但我必須講 各位民黨在那個 這個什麼隧道 這個北宜高的這個隧道 這個通車通了好幾次 坦白講 那個給人家觀感很棒 所以我的意思說 黨團會成為一個 主要的戰場 許多的 這個新北市也好 或五都 他必須要改的這個法令 包括財政收支劃分法 這些東西 我覺得其實在黨團的戰場 就正好可以做 我呼應大佬做的 那東豪怎麼看 其實我是對十年正高的部分 我還是有期待 因為民進黨在過去來講 除了台獨兩個東西 台獨這兩個字以外 其實我看不到任何願景 雖然政治任務提的願景有時候 往往會讓選民會有受騙的感覺 可是如果一個政黨也好 或者蔡英文也好 那如果認真的提出十年正高的話 我還是願意認真去看待這件事情 就像馬英俊總統 從他參選到執政黨年 他提出他的願景 這兩個政黨兩個重要領導人 他們各自提出不同的一個價值觀 不同的東西 是讓我們去思考 你願意選擇哪一個 當然選舉不會只有靠這個東西 像我在整個看的時候 我會覺得其實對台北縣人 或者新北市的市民來講 我覺得在這次五都大選裡面 我覺得他們相對是比較幸福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朱立倫也好 或者蔡英文也好 在這個兩黨各自的候選裡面 我覺得他們相對來講 未來如果是當上市長的人 他能夠實現的事情 相對都會比較認真比較多一點 那以這次的選舉來看的話 如果蔡英文主席 在十年正高這邊 如果能夠再對兩岸關係 有更清楚的琢磨 也許這個會讓大家更放心一點 但是整個未來來講 我想這個ECFA 一定會進入到這個議題裡面 那ECFA所畫出來的願景 這是國民黨提出來的 跟相對於ECFA 有沒有發酵 有沒有產生失業的 失業的改變 所得分配的改變 這一些也不見得 就是對國民黨是有利的 所以未來整個來講 十年正剛 蔡英文的承諾 這一些都會讓朱立倫 面對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要想一下 朱立倫為什麼在國民黨 會相對變那麼強 因為他過去在民進黨的對手 相對是比較弱的 那整個會有很大的改變 好 我們先進廣告